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银香港2388 简选原因是公司去年的业绩略好过市场预期 加上每股末期息有惊喜 刺激股价转强 中银香港2024年 预测股息率有8.2厘 预料在业绩增长持续下 每股派息可以持续增加 增长动力之一 是银行的贷款额增长好 中银截至去年年底 总贷款升了5.5% 增速继续高过本港同业 东南亚客户的全贷款额增长 亦高过中银香港整体水平 在本港顺态需求欠佳之下 关注区域化战略的增长机遇 中银2023年度的淨利差 以及淨利息收益 表现得好过预期 加上市场预期 联储局开始减息的月份不断延后 去到2025年3月的时候 中银香港公布2024年的淨利息收益 淨利息收益的收入 再有惊喜的机会颇高 第二个增长动力 是公司的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 进一步升到19%水平 高过渣打和汇控 而银行的资本比率高 可以为业务擴展 以致增加股息 回购子弹也较多 建议投资者第一注 可以等到股价回到$22买入 如果回落到$20可以加注 短期看券商平均目标价 大约是$26水平 之后看初步收服价是$28水平 大跌穿今年1月低位 即是接近12年的低位 $17.86就适宜止舍